我都被撞到啊 他很有经验 你都被撞到 我一定会撞到啊 他那个铁铁铁铁弄起来 我一定会撞到啊 我车子后面也就挂到啊 挂到 居民抱怨开车回家好难 因为这条桃园区新浦三街三十八项 跟同德一街的教会处 陆府因为三角区跟路边的土地 被堆满资收物被限缩 导致行车困难 只要一个不小心就会挂伤爱车 让居民哀叹回家好难 每天都在考验开车几数 希望滋售阿贝可以往后退缩一点 让大家有个回家路 他把这个地扩展到国有的道路上面 而侵占到我们回家的一个路线 那这个路线 加上这个三角地的这个地主 他要严正的把他的地界盖得满满满 所以变成两边都压缩的情况之下 我们现在只很希望一件事情 就是能够在道路的地界上 清出一条我们回家路 这样就好了 那至于说这个回收厂 坦白讲我们以前在买这房子的时候 刚来的时候这块地 根本就不是这么大一个规模的 他只是堆一座小山在他的住宅的旁边 但现在却是这样堆积如山 蔡学生表示大家三年前买房时 阿贝的资收物并不多 也不太影响行车安全 但这几年不只东西越来越多 阿贝拆卸回收散落的螺丝零件都不清干净 搭起的围栏也常常有铁丝突出 让很多住户车辆因此爆胎或者刮伤 住户也曾请地震间接请警察处理 却依然无法解决问题 当时地震能源来 也帮我们协助打了两颗戒钉下来 这两颗戒钉 这颗一直都在 一颗其中都在 但是有一颗一直被他的回收物 越堆越出来 完全掩埋住 其实我们当时也是请警察来 帮我们翻出来 那翻出来之后 他稍微把那一块 那个角落凹进去 可是实际上原本该突出来的地方 他还是维持在突出来的情况 甚至还打上围里 更突出来 而且是打上钢钉 这样的部分 其实我们都认为 应该是属于维建范围了 可是问题是警察单位来 环保单位来 却无法做举法 除了陆幅被压缩难行堆叠的滋收物 也有许多积水跟污水 导致环境污染蚊虫滋生 同安社区发展协会 理事长拿出环保署的法规 指出这样摆放回收物 根本是违法 但环保局却消极处理 里面的第四点 里面第四点 他就有规定 他虽然这个部分 他是一千坪以下的 但是一千坪以下 还是要比照 不用申请执照 但是他要比照 我们有照的资源回收 也来做处理 他的第四点也规定 这个部分 他的储存 包括他的设施 不能有妨碍这个环境 妨碍环境 妨碍环境 环保局表示 个体自收户是个人 减时回收 在贩卖给回收业者 不是以盈利为目的的事业 所以环保署 没有将个体业者 纳入废容器 回收储存心理处理方式 及设施标准所规范 私有地使用 也没有违反规定 占用道路的部分 则是警察局的 全责范围 记者赖伟一 桃源报道